这是红杜血脉觉醒的时刻 同时也是三怪悲哀的开始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因为体内牙血鬼的血脉 红杜开始陷入迷茫 随后为寻找内心的答案 无奈的红杜找到众人 打算告知月琪的身份 以及自己是半个牙血鬼 虽然众人并没有相信 但是在名呼的帮政下 众人还是接受他的身份 毕竟红杜这样的性格 由他做月琪再合适不过 等到其余几人离开 导户询问红杜的下一回 眼看红杜正在身颠 相同的话 可太牙却太过于虚伪 从而限制蓝天会的发展 随后导户向剑屋下令 要正式抹出现在的红杜 并且名呼以及麻生会 必须用新武器进行掩护 但名呼还是于心不忍 示意红杜下次的时候 一定会尽可能打倒对方 片刻后红杜碰见太牙 太牙表示如果觉醒的话 红杜就可以像自己一样 一起成为人类的统治者 对此红杜果断拒绝 因为红杜想要和平相处 见红杜一时难以改变 无奈的太牙找到主角 直言要激发红杜的血脉 而另一边迷茫的红杜 刚好在路上碰见深央 深央表示红杜的身份 现在两人可以在一起 不过两人在一起的话 就必须打倒现在的太牙 可红杜自然不会答应 另一边逃跑中的真业 正遭受牙血鬼追击 好在这危机的时刻 驾驶机车的红杜感到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红杜向远处纵身一跃 在切换形态的同时 立马用手中的魔皇剑 向三怪打出一波华丽的连斩 眼看红杜实力强悍 螳狼牙血鬼准备逃离 葛红杜很快挡在前方 并撸动手中的魔皇剑 直接刺向螳狼的身体 随后红杜拔剑收鞘 瞬间带走眼前的对手 然而等到战斗结束 剑无立马变身为战骑 向红杜发起猛烈的攻势 但红杜根本不想战斗 以至于完全遭到暴打 此时麻生会和鸣不敢到 看着红杜正惨遭蹂 另一边故意把子弹打天 致使剑无怒火攻心 剑红杜正陷入苦战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主教及时赶来支援 接着主教略微出手 瞬间把剑无击倒在地 而钛牙直接踩向剑无 示意主教要开始觉醒 紧接着主教发动力量 伴随着咒语的不断念动 红杜体内的血脉开始觉醒 随后红杜纵身跃向高处 宛如失去人性的野兽 直接向两人发起进攻 另一边在1986年 狼鼠眼见情况不妙 随即逃离眼前的战场 然而好运并未太长 王很快再次找到三怪 随后王立马完成变身 并向三怪发射出文章 不仅将三怪打回原形 还瞬间引起大范围爆炸 好在三怪找准时机 再次逃离王的视线 与此同时憎恨的尤里 正四处寻找真夜的下落 因为尤里一直想弄懂 关于红爹出轨的原因 经过片刻的时间后 尤里终于找到真夜 可两人还未说得上话 三怪却主动找上门 直言要用女王的生命 或许可以威胁一下王 真夜立马释放出弹头 瞬间把三怪轰倒在地 同时尤里也看到这一幕 随后尤里告知给红爹 但红爹早就知道真相 反而点燃尤里的怒鸣 因为家中的猛娇气不用 却要和牙血鬼激情四射